Hello 大家好 我是朱莫凡 欢迎回到这一次的莫凡Python的教学视频到来 这次呢我们要从头开始做一个练习 那这个练习也是一个实践教程 这个教程里面囊括的信息呢 就是我们从头到尾 从开始看到那个网站 然后开始来看到它的数据 然后分析它的数据 处理它的数据 然后我们再建立一个新闻网络 来做一个分类器 那这一次的类型呢 我们是要做一个汽车状态的分类器 也就是说我在这一个网站上面 这个网站上面有很多数据库 那它的其中一个数据库呢 叫做Car Evaluation Dataset 那也就是说我的这个车辆呢 它会有很多很多的状态 那我们做这一个练习 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我们已经有学过TensorFlow 或者是PyTouch这种随机网络的模块包 那我们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 拿这些模块来做真正的实验 我们使用到Data呢 是比较粗糙 需要我们去观看这个Data 然后来看看Data里面到底有哪些内容 我们要怎么样预处理这个数据 我们玩深度学习 玩磁力网络 玩这个机器学习 玩久了以后呢 你会发现真正运用到你的自己的项目 或自己的一个数据库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你预处理数据的这个时间 要比你搭模型 要比你训练的时间要久的多 久的多 因为举个例子吧 我之前做一个research 用到的这个数据库是一个车辆的行驶的数据库 然后里面的数据呢 它的噪点非常多 我预处理的这个代码行数呢 都已经上千一千多行了 然后我的神经网络可能还只有 大街神经网络训神经网络可能还只有 五六百行的样子 所以说这个数据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一次呢 我们就假设你已经有了这个神经网络的基础 你有了这个nonpack pandas 这个处理数据的 或者是怎么样挪数据 改变数据的这一个模块的基础 然后你还有了这个画图 matplotlib的一个基础 有了这个基础以后呢 你就可以开始看这一个教程了 如果你不想看 如果你不想先学这几个模块呢 你可以先 你可以就直接往下看 然后看到不懂的地方呢 你在Google或者是百度一下 你就ok了 我们要做成怎么样呢 这个训练呢 就是我们要学习数据之间的规律嘛 然后用这个学习的规律来预测 然后预测四个分类 四个分类的准确率呢 达到95%以上就差不多收敛了 然后这四个四个 这边就有四个 四个类型嘛 这个蓝色的呢 就是我们四个类型的数据量 然后红色的呢 就是来预测这四个类型 到底预测的准不准 如果他们两个是一样高的呢 就是代表着我四个类型都预测的相当的比较 都预测的比较准确了 好我们刚刚不是观看了一下这个网站吗 这个网站里面的数据呢有很多 除了这个呢 还还有很多 如果你点到这个它的主页面呢 你会发现这边的数据库呢 它囊括的数据是非常多的 然后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这上面的几个 我们要用到这个car evaluation的这个数据呢 才是分为这几个类型 就是状况差或者状况一般 状况好或者状况非常好 然后我们有的这个数据的data呢 或者是这个features 你又包括哪些呢 它就包括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方面 有购买价格维护价格 有几个门 在人量是多少 然后储存空间和安全性 然后我们如果把这个data下载下来 这个data我看啊 你如果你想直接在网站上面下载呢 这里有个download 然后data folder data folder里面的这个car data呢 就是我们主要用到的data 它只有51kb 然后你下载下来以后呢 它其实是一个csv 你可以用这个excel来打开它 我这边有下载号 它就是被我下载成以后 我重明明把它那个点data呢 变成点csv 然后打开它 你可以发现它其实是一个这样子的数据库 它有一些名字 还有一些数字 还有一些名字和数字搭在一起的 这些数据 然后它上面没有标题 我们之后再把标题 就是每一个column的标题的名字呢 给它加上去 这就是我们的数据 然后我们看到了 其实你想把这些数据运用到你的神经网络里面 它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神经网络呢 它不能直接读取这些文字的信息 比如说vhigh就是veryhigh 然后ture2是可以读取的 然后small呢是不能读取的 这些文字呢都通通是不能读取的 那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把这些数据先给预处理了 把它变成一种文 把它变成一种数字型的数据 那我们就有两种途径可以选择 那我们选择哪一种呢 先看看这两种途径到底是什么 比如说我有这个vhigh和high 还有middle还有low 这四种类型嘛 那我可以分别给这些类型标一个数字 比如说0123 这是一种途径把它转换成数字 还有一种途径呢 就是把这个类型的数据呢 把它转换成这种onehot的形式 那onehot的形式 你如果看过以前的我以前的教程 你会发现这个minst data呢 就是这种手写数字集的data呢 它其实到最后 你也要把它转成一种onehot的形式 onehot的形式呢 就是说比如说我手写数字这个标签是0的话呢 写的是个0的数字呢 它的标号就是1 在这个0的位置上标一个1 如果是1的话呢 就在这个1的位置上标个1 2的话呢 2的位置上标个1 这就是onehot的一种转换形式 那到最后一个9呢 就是在最后一个位置上标上1 那这两种这种标数标 转换和这种onehot的转换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来我们来深度探讨一下 你可以选择两种之间的一种 但是它们两种是有区别的 比如说如果我使用这一种形式的标号啊 转换 我有三个颜色 比如说我现在有三个颜色 红色蓝色黄色 我的转换是012 那这样的转换带来的问题就是 它表示的意义呢 就是我红色离蓝色只有一个单位的差别 但是我红色离黄色呢 有两个单位的差别 但是你想实际当中呢 我这个颜色它真的是有这种数据量的差别吗 它真的是有这种 真的是有这种距离感的差别吗 那实际上是我们想到的是 它没有这种距离感的差别 那比如说我还有一个黑色 那黑色等于9 那我红色到黑色之间的差别差了9 那真的是有这种差别吗 那是没有的 所以呢我们所要转换成这种类别呢 转换成为这种one heart的形式呢 会比较理想一点 因为one heart的形式 你不能比较这种距离感的差别 它是每一种类别呢 它就是每一种类别单独的一种形式 你不能把它们做比较的 它们是独一无二的一种形式 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一个例子当中呢 有很多这种形式呢 我们是不能用 不能用这种 0123这种形式来标记的 我们采用的是这个one heart的形式来进行标记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辩解一下 因为这一种 wifi high和high还有middle low 它实际上是有一个顺序的关联的 它是从小到大或者从大到小的 你可以采取一下尝试一下使用这种0123这种标记的方式 也可以采取一下像我这个 我之后都会采取one heart的形式来标标记它们 你可以看看两种之间的不同之处 然后训练出来的结果又有哪些不同 好了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数据 然后我们看了一下数据里面的类型 然后分析了一下我们要学习的这个数据 然后我们想了一下我们要怎么样转换现在的数据 最终我们这个思路理清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开始来写代码了 写代码的时候呢其实非常简单 我这边有这个我们分两节嘛 第一节讲如何处理代码 第二节讲我们的这个代码呢 要怎么样学习 那处理代码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写两个功能 一个是load data 你可以你可以从网上直接下载这个data 从网上直接下载data 就是从这个界面直接下载这个data 或者呢是直接从你下载好的data里面 把这个你的data存储进去 那我们下载data的时候呢 我用了python的一个模块叫做 这个urlib的一个功能就是下载的功能 那下载功能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这个网址呢 也就是我这个页面的网址呢把它复制到这里来 然后把它存储的地方呢存储到我这个carcsv的文件夹里面去 然后我们就打印一个下载好了 然后我们使用pandas就是数据处理的模块 pandas呢来给这个csv的脚本呢加上一个把它变成一个矩阵嘛 然后矩阵我们把每一个矩阵的这个名字呢给它附上 那名字呢就是buying和maintain和doors也就是我们 也就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这里面有这几个 这几个名字把它加上去 加上去你数据就好看一点嘛 然后加上去以后我们返回data 那就是这个功能 如果我们直接看这个功能呢就是 我把这边comment掉 就是我们我们下载就是写成去 然后我们就直接从网上下载了 好这就是我们输出的结果 我们成功的下载好了这个文件 然后呢我们这个文件前五行的文件是这样子了 每一个文件呢都有buying和它的这些属性 然后最后面呢我们就是我们要分的类别 嗯然后这个数据库呢有1000多组数据 然后它的这个每一个每一个属性呢 就有这么多种不同的值 very high high middle和low这种值 呃完了以后呢我们发现我们还要进行的一个步骤呢 就是我们下载好的数据以后把它转换成一个onehot的形式 onehot的形式其实它非常简单 就只是一个pandas里面一个功能 pandas里面呢它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功能 把我们这种类型的数据就是我们这种不同文字的数据呢 或者不同类型的数据呢直接转换成onehot那就是它的一个getdummies的功能 然后我转换了以后呢我就可以再运行一遍 你会发现它的其实我这边已经download了我可以写成force 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我输出了一下这个pandas里面的数据就是你看这个buying它有1234种类型 这四种类型呢它的这个分类现在的这个分类我看看啊 very high的这个分类呢它就是标到了1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前面呢都是0这就是onehot的数据 那后面呢我就是这几个行看不太清楚所以就先不讲了 像这个class里面呢就有1234那标上1的呢就是我这个类型 那现在我们已经成功转换成了onehot的形式 那之后呢之后的那一节教程呢我就可以开始给大家说 如何把这种数据处理好的数据呢把它放到我们的神经网络里面去 然后神经网络进行学习 好了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内容下一节我们再见 感谢在莫凡pathon教学网站上面赞助过我的朋友们 因为地方有限这里不能一一列出来这些可爱的朋友们了 不过没有你们的支持我也不能够制作出这么通俗一种的教学 如果你想观看更多有趣的GG学习短视频 或者看着我一步一步用代码来实现这些经典的GG学习内容 请订阅我的频道或者搜索莫凡pathon或者更多的内容 请订阅我的频道